嗨大家 在一年前有人借MeToo運動指控我偷拍親密影片 還指控我疑似偷拍未成年 並提到他已經收證提出告訴 事後我也拍了影片澄清沒有做違法的事 如果有請直接提告 面對子虛無有的指控 對方持續在自己的IG還有媒體上哭訴不曾發生過的事 這種得不到就想毀掉的心態我看了真心反味 而對方也真的提出了刑事告訴 雖然過了一年才收到低檢署給了不起訴處分書 但還是感謝司法還我清白 雖然對我造成的傷害還有工作的損失跟名譽的損害無法彌補 但我還是有義務要拍片說明 也讓身邊的朋友社會大眾跟廠商們明白事情的真相 最後想跟指控人說夠了沒 你無端指控我也走了司法程序 現在不起訴 這麼多年過去了 就算沒有一起工作 我還是希望你們可以越來越好 我每天努力是為了什麼 改變轉型 為了公司 為了自己 我對自己的人生負責 所以也希望你為自己的人生負責 而不是成天搞小動作 裝可憐 趁熱度做一些奇怪的事情 帶風向貼標籤 有時候潑別人髒水 並不會顯得自己比較高尚 每天怨天尤人 也不會有人同情 就這樣